充电时间 文化媒体人 媒体与内容探知世界运行的新规律 欢迎收听文化媒体人频道 前不久美国电影圈的一条新闻 跌破了不少人的眼镜 什么呢 为了让影迷省掉排队买爆米花的时间 美国最大的两家电影院线开发了一个APP 能够实现线下预定爆米花 计划2016年1月份扩展到全国 美国影迷的幸福指数就此上了一个新台阶 看到这里我天朝的影迷就不免呵呵了 只听说过预订电影票的 预订爆米花倒是真没听说过 打开手机随便瞧瞧 谁家还没有一个爆米花套餐呢 但这对美国人来说可是不得了 因为即使是电影票 他们也不习惯在网上买 更别说爆米花了 据说美国通过网络在线平台销售出去的电影票 只占总票房的20% 而这个比例在中国却高达70% 那么网络技术和电影市场都无比发达的美国 为什么没有在网上预定电影票的习惯呢 美国的电影票市场和中国有什么区别吗 今天我们这期内容就来了解一下这个话题 读者总说内容不够静放 粉丝迟迟不进增长 收益刚刚能够解决温饱 流行创意情怀粉丝增长变现 光鲜自由的背后所有代价不值一提 文化媒体人频道 探究媒体和内容改变世界的新规律 美国人为什么懒得去网上买电影票呢 总结下来就有三个原因 看电影的消费习惯 价格线上线下差别不大 以及美国网票平台扮演的角色 与中国同行存在很大差异 先来说第一个原因 美国人民的电影消费习惯 好莱坞有100多年的历史 号称是世界电影中心 经过这么久的发展 美国已经有了大规模的固定观众 大家养成了看电影的习惯 平均下来 每个人每年要进四次电影院 电影市场的规模稳定在100亿美元左右 而且美国排名的前三的电影院线 垄断了42%的荧幕 形成了稳定的产业链条 而中国这块新兴市场 人均观影量才刚刚突破一年一次 面对没有过多习惯的消费者 网票平台打的折扣 显然使他们更容易得手 而且中国飞速发展起来的 40多条院线 也给在线订票网站 互相竞争 整合和发展的空间 美国人民是有相对固定的观影习惯 可是如果在9块9的电影票摆在那里 没有谁会不动心 说出来可能会吓你一跳 美国线上售票价格 不比线下电影院便宜 甚至有的购票网站要收手续费 价格甚至比电影院还高 提前选座位都要另外加钱 这是我们要说的美国人民不青睐 电影票的第二个原因 线上价格和线下价格差不多 是不是他们永远没有买到低价票的快乐呢 事实是美国电影院的票呢 按照我们的理解一直是低价 月收入4000美元的美国人 一张电影票只要15美元 喝杯星巴克2美元 而月收入4000元人民币的中国人 原价电影票就要50块钱 一杯咖啡25 说白了 美国人的电影票天天都是良心价 完全不需要打折 而贝比国内打折电影票 成为了刺激消费者的重要手段 片方和网票平台一起把价格抬高 然后用打折的方式 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 中美电影市场确实存在很多差异 其中很多不同是互联网带来的 对于互联网 对电影市场的影响 我们来听听爱奇艺副总裁杨向华 是怎么说的 充电雨录 水平可能都会接近甚至反超 当然美国电影工业体系一百多年 中国其实真的电影发展改开放以后 如果我们要达到这一步 一定要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 互联网就是这个技术 用互联网来才能实现弯道超车 跟它一样的做法 我们只能跟在它后面 中国电影市场也即将超越美国 成为全球第一 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 等着被证明就好了 刚才这位说的没有错 互联网还等着在电影市场 兴风作浪呢 这就要说到美国人民 懒得上网购买票的第三个原因 他们网站平台扮演的角色 和中国同行区别很大 卸出几家大的网票平台 猫眼电影 百度糯米 微信电影票 淘宝电影 大众点评 时光网等等 背后均有BAT巨头 直接或间接的撑腰 金主支持的网票APP 一边用低价票烧钱 一边帮助巨头抢占市场份额 巨头们想的是推广移动支付 增加用户 因此愿意投大量的钱来补贴票价 在美国电影市场 没有那么多的暗箱操作 平台背后既没有金主支持 推行在线支付的意愿也不高 电视仍然是最重要的电影宣传渠道 互联网公司也没什么兴趣 进入电影业 稳定状态下 美国电影院线的商业模式 很难因为第三方购买平台而改变 美国的在线购票平台 确实不能和我国相比 网络购票平台不仅影响了票价 据说还影响院线的排片 充电贴士 很多电影片方在电影上映前 会通过网票系统 预先购买一大批票 这样不仅抢占了前期的排片场次 还造成电影在预售阶段 很火热的假象 另外一个好处是 电影的票房是用电影票原价计算的 并非第三方购票平台上的打折价格 这种虚高的票房又一次帮助电影 达到了宣传效果 今日关键词 充电时间今日关键词 电影推荐 既然我们今天都说到了电影 应该有不少小伙伴都是影迷 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 有什么好电影值得一看呢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文章收录了 电影杂志试语听 评选出来的20部年度最佳电影 您在充电时间的微信公众账号中回复 电影推荐四个字 就能够收到这篇文章了 本期节目观点来自于 好奇心日报作者温馨宇 再次感谢好奇心日报 授权充电时间 使用其文章和观点 本期节目由库里企划制作 Loud News老鹏兼致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接活你体内的商业原力 出电时间 激活你体内的商业原力 这个视频没有收听 这个视频没有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